Hello 大家好 我是沖 大家好 我是潮仔 其實我們今天放學後 又來到南山這個地方 沒錯 其實我們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次來南山 但這次來到 相信大家都一定知道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紅葉 這次除了看紅葉之外 最想帶大家邊走邊吃 一些南山的小食或者餐廳 沒錯 因為我們之前在南山 也不是說做了很多功課 或者看了哪些是必食 或者是新開的餐廳 但我這次來之前 就已經找了一堆我覺得好吃 而且漂亮打卡 還有最近開很多人吃的小食 所以就想帶大家和我們一起去吃 嗯 因為我們之前來的時候 也比較少吃這裡的東西 主要都是去看其他景點 看風景 或者去那個猴子山 但是這次我相信 就會是比較吃得多東西的一個行程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車站上 已經到了 我們就準備出發 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地 就開始吃了 GO 現在呢 南山Ecky是跟Miffy有Cross Over 除了它的列車 有一些是會用Miffy的裝飾之外 它連這個板吉南山Ecky上面的名字 中間都插著了Miffy在這裡 好可愛啊 一出到車站 就已經看到有幾棵紅葉樹 看來現在真的正值這個紅葉櫃 這個超美的形狀 我相信大家如果來南山的話 都可能會做很多的功夫 或者爬很多文 看看南山到底應該怎樣玩 或者怎樣走 所以這次我們在這個影片裡面 就不會教大家怎樣去走 或者去玩這些景點 主要都是介紹食物的 其實我們這次主要就是吃這個小食為主 但是在南山也有不少的餐廳 我也找了兩間是比較多人吃 而且是多在日本的Vlog 或者是一些Post會說的 就是一個吃京都野菜為主的一間餐廳 它是一兩年才開始轉型的 以前這間餐廳是吃一個 京都野菜的放題的形式 就可以自助自己拿的 但它最近就變成一個set 然後有12樣不同的小菜 或者是一些小麥 是超級漂亮的 然後還有飯 還有這個的麵豉湯 就是2500日圓一個人 好喘氣 另外有一間就是五木茶屋 超級人氣 一定要預約才可以吃到的一間餐廳 那間餐廳主要是一個 以京都為主題的五個當物 現在今天是11月中 要預約就已經到12月初 或者第二星期才可以吃到 可以選擇坐在近河流的位置 或者是近廣場的位置 一定要在網上預約 連結的話我們就放在下面 這個五木茶屋除了有五個當物的set之外 它另外還可以加購刺身的set 裡面也有很多東西 有海膽、蝦、其他當作的魚類 另外那個五個當物的set 就是4000日圓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著自己的荷包去吃飯 看看自己想吃一些日式的餐廳 還是在街上 像我們今天一樣 邊走邊吃 就是這樣 好累 這次我們就由板急南山站出發 直接逃步去到我們的目的地 就是杜月橋對面的繁華小街 路程大概需要8分鐘左右 可以看到今天的人流其實是很多的 對比起我們上次來南山的時候 即是日本還沒開關的時候 真的差天共利 當然除了南山之外 其他地方都開始變得很多遊客 這個位置就是最多小店、餐廳、聚集的地方 而我們亦抵達了第一個目的地 就是這裡 我們就買了兩個Yuba Cheese 一個就是450日圓 其實我們之前都吃過了 但因為很好吃 我們這次也會再吃了 這一塊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褲皮 包著一塊大的芝士 然後拿去炸 這個超級好吃的 大家一定要吃這個 Encore 再Encore 我現在要馬上吃了 這個真的很好吃 這個其實真的超級好吃 怎麼說呢 其實我們上次也有來這裡買來吃 但那次就蠢了 我們好像只買了一支 就是兩個人分享一支 但現在一人一支才夠吃 對面這一間的雲枝茶 其實是周圍都有分店 在河圓丁那裡就已經有 三四五六間的分店 但我想說 其實它真的不好喝 它除了是樣子漂亮 打卡之外 它的味道是真的很一般 我覺得大家如果來到的話 可以不需要特意排隊去買 因為有其他更加好喝的東西 或者其他更加好吃的東西 是等著大家去買或者去吃 對 在Miffy的商店裡面 每一個地區都有不同的限定顏色 我們現在在這個藍山 就是粉紅色和橙色限定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太小顆了 所以我這次就決定買這個大顆的 超可愛的 他們要跟回家了 然後這個杯也是藍山限定的 粉紅色的Miffy很可愛 嗯 這間店裡有很多這裡限定的產品 我覺得也是 我覺得它跟我回家 買這個包包 限定商品包包 還有這兩個 想不到喬仔一來到Miffy的專門店 就已經買了一些戰利品了 我是一個小咪粉來的 我們都排了好一陣隊 接著就買了兩個Miffy造型的包 是一個紅酒包 是兩個 我們上次來其實也有想過買的 不過那時候就已經賣光了 而且太硬了 而且因為那時候沒什麼遊客 製造的包包沒有那麼多數量 現在它基本上是保持著都會出 所以就比較容易買 好像是300日圓一個左右 有三個Miffy 這個是假的 這就是剛才買的 是剛才買的鬆子包 Miffy的包 哇 它真正就是這麼樣 是一個焦了的Biffy 很可愛 我們現在就要吃掉它了 很喜歡 喬仔要吃掉它了 不用吃了 你要先吃哪個位置 這個很殘忍 對 不用得吃 啊 好多餡啊 幾經辛苦 喬仔終於買了牛油鯛魚燒 這個其實跟我們之前在錦市場吃過的鯛魚燒 是有點類似的 它的牛油真的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也是在錦市場吃的那種好吃一點 因為這個不知為何沒有那麼熱 但其實味道也是差不多 因為都是牛油和紅豆 但是都好吃的 不用看這個味道 嗯 真的一定要牛油 牛油真的超級香 你覺不覺得錦市場的那種好吃一點 嗯 這個真的沒有那麼熱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錦市場那種是不用排隊的 這裡是超多人排隊的 起碼都排了二十多分鐘 嗯 Missi包也是紅豆 但是因為多了牛油 跟剛才的Missi包完全不同味 不是 就是超級濃郁的 很快就已經吃完那個的鯛魚燒 還有喝完這個東西了 想看一看大家 如果大家不想吃那個 紅豆牛油的那個鯛魚燒的話 可以要這個 Custard的餡 因為我剛才看到它的漢板上是寫的 Custard是自己當店自家製 所以我想應該都挺好吃 而且那個便宜一點 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來試試 但我還是推薦這個牛油紅豆 鯛魚燒 好,我們去下一個地方吃鯛魚 GO 我不是很知道是甚麼來的 這個不好吃的 我們買了兩個糰子 330日圓一枝 有三粒 但這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超大粒 這個糰子 這個是我這次最想吃的其中一個小食 那我現在就要試吃了 Yeah 它這麼冷的 原來是冷的 嗯,味道還不錯的 但是香港不是很喜歡吃這些 我是喜歡的 但如果它是熱的話會更好 這個醬是好吃的 是甜甜鹹鹹的 但是太冷了 我覺得挺好吃的 因為我其實挺喜歡吃豚子的東西 但是剛才喬仔說的 其實應該有很多人都一般吃豚子這個物品 那這個醬其實都合理 我覺得OK的 我覺得都算是值得一試的小食 吃完東西之後 其實我們就打算去上席光子 只不過當我們差不多走到過去的時候 才發現已經太遲了 已經關了門 所以我們最後就經回這個竹林小徑 就回到天龍寺那邊去看紅葉 而在途中也看到不少很漂亮的紅葉 我們都會看到這次吃的小莫茫茫茫茫茫茫的 在途中也看不到 我們在途中也看不到 我們有一種很正確的 也看不到 其實是一個旅行的 而剛好我們去的當日就是紅葉的見傾 而見傾其實就是指欣賞的最佳時間 嘩 漂亮喔 好紅喔 花花真的很紅喔 在途中我們還發現了在保驗院 還有這個晚間的點燈活動 所以我們就決定去看看 當我們去到保驗院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一條很長的人紅 而且當中也聽到不少廣東話或普通話的聲音 耶 我們買了票 一張票是600日圓 其實也挺划算 因為這裡真的很漂亮 那我們就繼續走 好東西 蘑菇 其實保險縣的範圍不算大 我們拍照和拍片大概只花了一個小時 總括而言,雖然保險縣不及我心目中第一位的永觀堂 但其實這裡也算是值得去的地方 我們現在已經看完剛才點了燈的保險寺 現在準備離開了 因為現在已經差不多六點多 然後開始很冷 我們現在就沿著這條路 回到地鐵站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我們今早第一個起點的位置 可以看到現在所有店鋪已經關閉了 我們就過度月橋之後回家那邊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板急電鐵南山站 準備坐車回家 我們今天其實就吃了幾款的小食 雖然其實都不是很多 還有有些其實我們都想吃 但沒有吃到 因為實在整條街很多不同的餐廳可以試 所以是很多選擇 但我們今次試了幾個 其實都真的OK好味 我自己覺得 除了買一個300日圓的榨芝士 那個就麻煩地的 如果大家看到 可以不試那個 但其他例如豚子 雕魚燒 其實都OK的 因為本身吃的那個芝士 不是在我的名單裡面的 那個是我看到 排隊無聊 然後想吃的 嗯 那之後呢 我們吃完這堆東西之後 就去了這個保險寺 還有天龍寺 天龍寺 天龍寺我們沒有進去 就是在外面走一圈 拍照 但是保險寺 我們就給了錢 買了入門票 然後就進去看這個燈 之後的紅葉 其實呢 比我們想像中漂亮的 保險寺呢 本身都不在我們今天 要計劃去的範圍之內 只不過是走到這麼長的時間 見到它有這個夜晚的light up 所以我們就進去看了 所以是一個意外的收穫 但我想拍出來的畫面 應該都很漂亮 或者大家如果之後有機會的話 都可以來保險寺看一看 嗯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呢 帶大家來南山的一個小行程 嗯 雖然就不是說超級詳細 或者超級有趣 但是希望大家都會看得開心 或者可以下次來的時候呢 跟著我們這個行程呢 去試一下一些東西吃 或者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嗯 當是一個參考 看看有什麼是適合自己吃的 就可以預約媽媽下次來吃 那我們呢 今次這條片呢 就到此為止了 我們呢 就下次再見 沒錯啊 Yay Bye Bye 跟Miffy說再見 欸 跟麵包仔說再見 麵包仔 麵包仔 掰掰 掰掰 可愛 哇 跟Miffy說再見